你知道我们中国的食品行业为什么一直出问题吗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吗 因为出了问题就是发点小钱就完了 如果说真想解决的话 那它真的不难 关键的问题是它到底有没有打算去解决 如果从根本上真的把食品安全给解决了 那么卖假药的 卖那些食品添加剂的 就都倒闭了 甚至说医院里的医生都在失业 这是一笔大钱 所以说食品安全真的难以解决 你看看人家欧美那边是怎么对待食品安全的 在他们那边一旦出问题 就要检查这一大批的东西 而且还要重罚 就是罚你十倍的罚款 同时从你开业的那一天算起 所有的销售 所有的产量都这么罚 就是十倍的赔偿 十倍的罚 不管你经营多久 有十年按十年 有八年按八年 罚的让你倾家荡产 并且还要坐牢 你再看看我们中国的香港地区 可以说你根本就不用担心食品安全 香港它对食品的监管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你就比如我们吃的茄子 它要求一株的果实不能超过三个 一定要保证它的营养成分 另外生猪的体重不能超标 严格控制在一百公斤左右 而且要求鸡 鸭 鹅 猪 这些家禽的饲料里 不能有任何的添加剂 和农药残留物 这些东西在流入市场之前 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测 每一个商品都有它独一无二的标签 就像身份证一样 都得标明它的原产地 一旦出了问题 直接可以追溯到个人 一旦发现你的产品不合格不安全 直接罚款五万港币 同时还要拘役六个月 所以说在香港这个地方 不管你是在街边的小摊吃饭 还是在星级大酒店吃饭 都是一样的安全 食品的合格力几乎达到了99.99% 这就意味着你在外面吃一千次饭 最多只有一次 可能会有一点小问题 而我们这边呢 你就看看现在的那些直播间吧 连草头肉他都敢公开卖 幸好315给曝光了 不然的话到现在 你都不知道你吃的肉有问题 你吃的是什么肉 这种情况无论是在西方 还是在香港都是很严重的 而在我们这边也就罚点小钱 就不了了之了 如果照这样一直下去 你说说我们的食品安全 能得到解决吗 能没有问题吗 深圳有业主买的房子 从近400万跌到220万 负债累累连女朋友都跑了 最近深圳保安的郑先生 袒露了心胸 他在2020年初交了个女朋友 人很漂亮 还很活泼聪明 郑先生很是喜欢 每个周末都会主动约他逛商场和下馆子 慢慢的两人关系渐入佳境 女方提出买房 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郑先生感到愕然 像霜打了的茄子瞬间没了生气 但女方进一步说 我们都老大不小了 总不可能结婚后还租房住吧 我想在深圳有个家 面积小点也无所谓 贷款我们可以一起还 当时听到结婚两字 郑先生感觉活过来了 毕竟他对女方是真的喜欢 也真心希望能有以后 没想到女方也有此意 郑先生决定为他赌一把 于是郑先生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加上跟爷爷借了些钱 以及父母支持了一些养老积蓄 郑先生付了110万 上车了深圳花样年某郡的房子 当时总价370万 房子面积不大 也就27平米 但月工就要高达2万一个月 庞大的开支 让郑先生不得不节衣缩食 以往周末和节假日 和女朋友出去潇洒的习惯 基本都改了 因为要省下钱还房贷 慢慢的他们的吵架多起来了 终于有一天 女方闹起了分手 郑先生非常郁闷 明明要房子的是你 承诺一起还房贷的也是你 现在才刚备上房贷就要分手 这是闹哪样 女方扔下一句没感觉了 于是连行李都没打包 就直接跑了 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留下了260万的房贷给郑先生 后面的3年 郑先生就没睡过一天好觉 经常做梦 梦到被债主追债 有时候甚至还偷偷流泪 后面他终于熬到房屋满三年那一天 当天中午他立马顶着40度的大太阳去了中介店 他迫不及待要卖房 中介听了他的遭遇也很失同情 跟他说这个小区2020年就有人开始批量出货 郑先生属于高位接盘了 按照目前的行情 他的房子只能卖到220万 卖完还不够覆盖银行欠款 中介劝他再等等 说不定房价还会上涨 但郑先生拒绝了 他这些年过得根本不是人过的 十张信用卡来回到腾 基本周转不过来了 就是怕逾期上了黑名单 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即使亏钱也要甩掉房子这个包袱 最后中介答应帮他卖 后面确实卖出去了 也确实亏了不少 目前郑先生还在还少量的欠款 但他感到很庆幸 按他的话说就是 虽然赔光了前半生 但后半生他至少是自由的 我们祝福郑先生 也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可以越过越好 三年挣102万的丹王倒下了 9月17号在上海送外卖出了车祸 在ICU里抢救分离不行 还有各处骨折 这一次应该是挺危险的 能不能抢救过来还不清楚 就算抢救过来 会不会瘫痪也不清楚 如果说车祸 是车子的过失 车子违章 他还会好一点 如果说是他违章 那他这三年挣102万 根本毫无意义 可能还不够 对吧 如果说他人能看得好 没有问题 非复几个月 那还是一万幸 花个几十万还行 如果说人从此摊贩了 又花了几十万的医药费 你想想看 他这么努力 意义在哪里 过分的努力 全部送给医院 给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他曾经喊 三年挣了102万 让很多人羡慕 向往 从此加入了外卖大军 但是我想说的是 咱们跑外卖的兄弟朋友们 一定要慢一点 扫正一点 千万不要跟这个单王学 他每天跑18个小时 真的是太拼了 对生命是不尊重的 他活着的意义 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我们跑外卖 只要够家庭开支 能胜一点就行了 不要跑那么长的时间 更不要违章 跑外卖 最大的伤害就是违章 闯红灯 逆行 车速过快 对不对 一边手里还要拿个手机 接单 还要看路 你想想 这个危险有多高 所以不要羡慕他 每月挣几万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 我们能每天好好的活着 舒服的活着 滋润的活着 我们比他过得好 你看他现在倒下了 后面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他的这种努力有什么用 就是白会 就是给医院在做贡献 感谢观看